現在我們要開始教的東西叫做浮力 物體在流體,流體指的就是液體或的氣體當中 會受到一個向上的支撐力 這個支撐力我們稱為浮力 這個來源是來於上下的壓力不一樣 有個壓力差,所以就有個力差 所以就會有一個向上的合力,叫浮力 我們在國中,我不推這個浮力怎麼來的給你看 我們就只有講最後的結論 所以反正就是物體在流體中所受的一個向上支撐力 我們稱之為浮力 那麼這裡就做了一個實驗 然後這個實驗就會把我們浮力的重要觀念都帶進來 第一個要證明重量會減輕 第二個要證明重量會減輕 第二個要證明重量會減輕 將基礎派入入莊水收入中 觀察兩次進行 將自然有受福利 力量會減少 重量會減少 將民主派入入莊水收入中 觀察兩次進行 要證明體積的關係 這段體積有關 它沒有標哪個是鹽水哪個都是水 但是密度不一樣 這表示跟議題的密度有關係 好這又是我們的實驗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 第一 它在裡面有一個向上的支撐力 稱為浮力 會使它重量變小 第二 這個浮力的大小 跟它排開議題的體積有關係 排開議題的體積如果越多 它的浮力就會越大 第三 它會跟議題的密度有關係 議題的密度如果越大 它的浮力就會越大 那麼這個話等一下就會變成公式 這些話等一下就會變成公式 這個公式就會跟排開議題的體積有關 就會跟議題的密度有關 就會跟議題的密度有關 這就是我們所根據實驗所了解的事情 所以這叫做所謂的阿基米德原理 阿基米德的故事 阿基米德的故事 通常講的故事就是那個什麼 脫光光在馬路上亂跑 裸奔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其實跟福利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跟福利沒有關係 那有另外的故事 所謂的背後真實版 那就會跟福利有關係 這兩個故事我都有放在線上教學網站上 TDD的影片你可以去看 那不管你們這句叫他阿基米德原理 如果真正要講是那個曹聰政大象 那個學測考過的曹聰政大象 才跟福利有關 不管他 反正就是阿基米德原理 福利原理 第一句 福利一定是他所減輕的重量 第二句 也就是他排開的義重 所以公式寫錯 福利就是減輕的重量 扣義重的重 減掉義重的重 福利一定是排開的義重 也就是排開的義重 在義重的密度 然後公司有寫個BVB 我們B打一撇 W打一撇 告訴你這個體積是特別的體積 這個體積不是物體體積 不是義體體積 是物體排開義體的體積 所以BV2D 你們的補習班老師 你的參考書上面 常常是跟你寫 物體在義面下的體積 挑剔的說 這個寫法是錯的 因為你不可以用物體的體積 去乘以義體的密度 這沒有意義 但是這個說法有好處 什麼好處 容易看 東西在這裡 就這個 這叫做物體在義面下的體積 就這個 物體在義面下的體積 你一看就知道他在講哪一塊 所以這個講法是有好處的 可是挑剔的說 這個說法是錯的 錯的 是抬開義體的體積 義體的體積 義體的體積才可以成義體的密度 不可以用物體的體積去成義體的密度 不過沒有關係 不計價 大概知道意思就好了 就是福利原理 記住這兩個 這兩個公式 任何福利都可以用 只要你算福利 一定可以這樣算 一定是排胎的義重 一定是減筋的重量 這個學測考過 東西一杯丟下去 排胎80克的酒精 福利多少 80克重 你看就知道 OK 這個在當初的公式推導中 跟壓力公式推導一樣 該用重量的地方改成用質量 所以單位不對 液體的體積成液體的密度 出來是液體的質量 在單位時刻 不要是刻重 我們就把它忽略不計 因為反正都一樣 所以這樣是要換算 要換算 好我們來跟各位 用動畫來討論一下 我們這個整個的狀況是如何 現在有一個紅紅的東西在液體中 請問一下福利有多少 我們把紅色的拿掉 塞回原來一樣的水 一樣的液體 然後呢 整杯都是液體 只是有一個藍色那塊把它標示出來而已 那麼這有個液體的重量向下 還會有一個福利怎樣 向上 它才會平衡啊 才會不動啊對不對 才會兩力平衡不動啊 所以這有個向上的我們稱呼叫做福利 然後呢 現在要重量 那由此可知誰大 合力等於0嘛 所以福利怎麼樣 一樣大 所以福利就是這麼多一體的重 福利就是排開的一重 福利就是排開的一重 所以福利就是排開一體的重量 好 然後呢 我們又曉得呢 反正重量跟質量大小一樣 我們就換算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說 排開液體的體積 乘液體的密度 就當作排開的一重 排開的一重 單位問題不考慮 剛剛跟你講過的公式 然後呢 把這個藍色的東西 換回原來紅色的物體 它現在有受個向上之身的福利 然後呢 還有一個向下的重量 然後呢 因為我有向上支撐 所以我的重量就會減少 所以 福利就是我減輕的重量 減輕5克就表示福利就是 對不起剛剛講說減輕5克重 所以表示福利就是5克重 這樣子 OK 所以一定減輕的重量 然後繼續討論 這個東西的重量 就跟當然質量一樣 那就是體積乘以密度 那液體的福利也是一樣 體積乘以密度 然後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 如果你的福利比較大 就會浮起來 公式一寫 就發現是液體的密度比較大 所以如果液體密度大 物體就會浮起來 然後物體就浮起來 所以液體 物體密度小 液體密度小 就會浮起來 那反過來 如果重量比較大 浮力比較小 東西就會沉下去 公式等式一列 該消該砍完之後發現 原來液體密度小 它就會怎麼樣 沉下去 液體密度小 就會沉下去 OK 那如果一樣 一樣就停在那邊不動 就會放在任何位置 所以東西如果停在液體中 任何位置都一樣 就表示密度怎麼樣 一樣 那這時候算沉還算浮 都可以 我習慣上把它當作是浮 因為會有公式跟它有關係 我把它當作是浮在這邊的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 OK 所以根據這個討論 我們就知道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 就是如果物體的密度比較大 它就會沉下去 如果液體的密度比較大 它就會浮起來 那如果一樣大 那麼物體就可以停在 液體中的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結論 OK嗎 好我們透過影片跟動畫 讓你了解 浮力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在空中的重 減掉在液體中的重 浮力一定是排開的液體重 也就是排開液體的體積 所以液體的密度 這兩個公式你要給我記好 挺好的 謝謝